日本很多男的就說 他願意跟年 很想跟年輕妹妹上床 不過就說上完床 很想把他殺掉 可是我就會說 其實你還沒有被殺掉 就不錯了 你還活著 上完床你還活著就不錯了 為什麼他上完床 要想把他殺掉 因為講的話完全不能 外星人的話 然後很傷人 也毫不留情的 日本女人怎麼講 日本女人就說 你這個就說我還沒了 然後我怎麼樣就說 是不是開始了等等 我只聽過 請問你開始了嗎 我聽過一個小男生 跟一個 聽過 已經結束了幹嘛 我聽過一個小男生 我剛才有開始嗎 結束了 要回家了 年輕人比較直 他也不曉得說 講出這種話來傷害性有多大 我聽過一個小男生 跟一個美食專家 One Night Stand 然後One Night Stand之後 他說你是美食專家對不對 那你覺得我幾分 我有聽過這個故事 結果呢 繼續 沒有就這樣 你這樣的材料 可以做出這種味道 不錯了 好 來 繼續 就是您有一點 生活歷練的女生 比較理解對方講什麼 可以給比較好的 Solution 包容力 就是我們不會隨便的罵人 那不管碰到什麼時候 可能我們會覺得 這個男生做這樣真的很蠢 可是我們不會直接說他很蠢 我們會很會做人的 繞很大的一個圈子 讓他說你這樣做還是對的 不過怎麼樣 有可能會更好 這樣讓他心裡會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支援力 支援力也可以說是資源力 就是到了一定年紀的首女 如果他在工作上也相當努力的話 其實有一點社會地位 那通常就會有人脈啦 好 比如說 比我年輕的男生 他們可能要談什麼case的時候 我至少可以介紹人脈給他啦 或者是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資源 可以去支持嘛 所以這是 他可以幫忙 可以幫很多很多的忙 因為有時候 你到了40歲 你的社會資源什麼 突然一個什麼 我幫你打個電話就好啦 對 就搞定了 我上節目之前就是 有一個小我6歲的男生打電話來 就是上節目前剛剛 他就說他有一個什麼case 他剛到一個新的公司 那我想下個禮拜到你們公司去提案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只要打一個電話就可以幫到他 這個就是資源力或者是資源力 然後最後一個竟然是虛榮感 其實那天是那個小男生跟我講的 他說Monica你沒有發現嗎 因為我們兩個在吃火鍋 他說剛剛那一桌的人一直在看你 他在看我 對 因為你是公眾了現在 算公眾人物 他們在說我常常上娃娃娃 謝謝大家 對 然後我就說這樣子 你會覺得不開心或緊張嗎 他說你怎麼這樣子想呢 我覺得很有面子 魚有榮焉 他竟然跟我說很有面子 我本來以為說人家只看我沒看他 他會不舒服 難怪那麼多男人要跟明女人吃飯 他竟然跟我說他覺得超有面子的 然後他這樣講我也很感激他 因為同年齡的男人會吃醋 就是說反而是年輕的男人 變成他是主角 那個男的就不是主角 同年紀或是年紀更大的男的 會覺得說鬼送 不過那個文人講的都太客氣了 就說俗女有這麼多好處 日本男人說的那個俗女有 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他有兩點 是 第一個就是說他不需要負責 對 第二個他比未婚女人更容易上床 是喔 然後如果還要硬要說有第三點 就是吃飯自己會付錢 所以剛才 幹嘛 你剛剛還罵我 其實我覺得講到這個 並沒有什麼 不可以的 就是說以吃飯來說 因為我有很多年輕的男生的朋友 那有的時候是Go Dutch 有的時候我的確也會請他們 那有時候也會被請 結果我認識這些年輕的男生 他們跟我熟了以後 都會告訴我他們心裡的話 其實那個現在 比如說三十幾歲的男生 他們的經濟可能有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也沒有到太好 其實他們都很怕 女生占他們的便宜 其實那個李偶老師的書裡 也有講男生的心裡的話 其實他們很怕 被女生當作冤大頭 而且他們被女生當作冤大頭 比如說那個女生大吃大喝 他以後 通常他們心裡都是會抱怨的 有啊 大陸一個網友就說 他追一個女孩子一個半月 吃飯 然後買禮物送花 皇貴 對不對 所以一個半月花了他 一千多塊人民幣 他說好貴 還沒怎樣 愛情是昂貴的 這個情形不是只有在大陸 其實在台灣也是一樣 因為我就有一個很年輕的 就是男性的朋友 他就說他請他女生喝咖啡 最後連手也沒牽到 可是因為我們自己 有一定的年齡也有一定的工作 其實我們這是一種體貼的表現 就是覺得說今天 我有能力付錢的話 那我們就去一起去share 或者是如果我賺錢 就顯然比你多很多 那我付錢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 這個對男生來說是輕鬆非常的多 可是你們剛兩位手女講的 都是一個很好的情形 就是這個男生跟你的手女 交往是很好的 可是如果沒有這種情形嗎 一旦捲入了感情了 產生了複雜狀況了 你本來那些優勢 你本來的優點 你發覺你也變成一個小女人 跟他斤斤計較了 你開始跟他吃醋了 你開始跟他捲入 他會不會喜歡別的女生了 那種就不是這樣子了 那就很複雜了 就不像你講的 你還有很多優勢 那個時候你還是這樣子嗎 我想那個 還是跟女人年紀是有點關係 34歲的女人 他如果跟幾十 30 40歲的女人 他如果跟那個 就是說已婚的男人交往 或是就是說很有優勢 優難交往 他會想當他妻子 或是當他的情婦 可是如果等到過了30 尤其是過了40之後 他就完全就覺得 尤其四五十歲 他覺得當第四者 不是當第三者 就是說他當他的好朋友 所以你看馬子 這個張椒也是說 我當他的好朋友 然後他把他跟第一號二號的 那個就是苦水都塗給自己聽 然後他是知道最多的女人 然後反而覺得自己是 最優勢的女人 所以其實會看得比較開 對 因為在那個 如果他看不開 還斤斤計較要成為小女人 表示他真的沒有熟 對 因為他這樣年紀熟了 他心態還沒有熟 所以要是那個麥先生 沒有碰到真的熟女 對 因為其實在麥大哥的想法裡 可能會覺得說 女生最後都是想結婚或修成正果 可是其實現在真的不是這樣 對 像美人姐 不然妳不是要幹嘛 美人姐對我很好 不是常常要介紹男朋友 因為我 可是以我的心境來說 我其實對戀愛或結婚 並沒有去放棄過 可是我也沒有覺得 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有機會碰到很適合的對象 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但是我絕對不會去勉強 所以那件事情就變成 我絕對不會想用去勉強得到他的 那可能前提就跟你剛剛講的 有一點不一樣 我人剛才講到那麼多點 其實有一個關鍵點就是 這個熟女可以給一個男的 不管是年紀輕的也好 或是年紀大的也好 一種照顧 對 這種照顧的那種感覺 不是媽媽的那種照顧 而且是那種該supposed的時候 該給你的時候 她會毫不保留的就這樣給你 不一定毫不保留 在自己可以的情況之下 對男人來講說 還是覺得是毫不保留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但是這種感覺是一般的小女生 是沒有辦法給的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剛才我還跟劉里兒 劉老師在那邊提到 日本有一個現在的這個 日本中日職棒的那個 洛赫柏他的總教練 他太太大概10歲 他那個時候在巨人隊 他打第四棒的時候 他那年要爭總冠軍的 那一場很關鍵的比賽 他出門前的時候 就跟他太太講 他說今年 這場比賽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我表現不好的話 我就要退休了這樣子 就跟他太太這樣講這句話 他太太就說 那你現在就退休好了 你是洛赫柏滿 你是全日本最強的打者 你怎麼會講這種話 如果你有這種話的話 你就不要去打了 虧你還是洛赫柏滿這樣子 你這樣講他 結果後來他那一場比賽 表現得非常非常 那年巨人隊就得冠軍 後來他事後講起這一段的時候 整個日本的職棒界 就公認說 這個球員裡面最好的太太 就是洛赫柏滿這個太太 也就是說當他10歲的 那樣的一個女人 就是比較有人身智慧的時候 用這種方式去激勵 支持他的丈夫的時候 那個丈夫所展現出來的潛力 是一般小女生的 說沒有給你們 因為他會拿鞭子打他 對 如果說是一個小女生的話 搞不好洛赫柏滿見面出 哇 更累 因為年輕的小女生 可能就不太要 年輕小女生想說 不管你做什麼決定 我都支持你 都說 這個不好嗎 他就不用去打了 他就不用去打了 就是說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種稱所有女性 給一個男孩子的那種 力量 不是只有光那種 性這一方面 不是從結果來看 如果他講那番話 結果他那場求輸了 那個男的 假如說那個男的 真的是因為這樣子 那這男的也不值得這樣子 怎麼愛他 我相信他那個Moda記事有 他不要請他的男人 容許對方的認識 其實